星期天的下午 台北街頭出現數百名的民眾 走上街頭遊行聲援烏克蘭 我翻證 翻對這些中國 求這些欲秀的國家 所以說 翻普通的獨裁 他們就要支持 也要聲援 也要支持完烏克蘭人民 翻空這個 小小的獨裁者 遊行現場除了國人之外 還有許多的外籍朋友 也有許多的家長帶著孩子們來參加 不少民眾也特地從外縣市前來參加 我從新竹 那你今天為什麼來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看到為了自己的主權 那麼抵抗 侵略 那我覺得這個對台灣來講 一樣也是一個我們應該展開的 全民運動 所以來這邊啊 呼應 且參加 民眾自治標語聲援烏克蘭 從標語上我們可以看得到 大家都希望和平 不要有戰爭 最好的參加 今天我當時就希望我們 呼籲世界要和平 不要發生戰爭 唯一訴求 那我希望 烏克蘭加油 台灣加油 民主自由世界 政線加油 以上公民記得台北採訪報導 台北採訪報導